我今天跟一个大居士 也是我的前辈 邪佛的前辈 在讲佛法 在电话中讲佛法 他就一直跟我讲说 他女儿的女儿 就是他的孙女 是他妈妈的投胎 他说他妈妈没有到基督世界去 也没有到天界 当时他妈妈往生的时候 受了一段期间的病苦 当时这位大居士 我的前辈 他妈妈往生的时候 我还跟他表达说 要不要我去助练 他说不用 不用 我练观世音菩萨胜后就可以了 结果后来他去补那个观音卦 他妈妈没有去基督世界 也没有到天界 后来去补说 是不是到人间来 那个问观世音菩萨 所以是到人间来 我就今天问他说 你怎么那么肯定说 你这个生理是你妈妈在来的呢 他有几个政绩给我去推测 他住在我们台湾伊兰 那我们台湾伊兰的罗东 有个地爷公 就是一个道教的庙 那这个我知道 因为我读高中的时候 常常经过那里 这个神叫地爷 就像台湾的三观大帝等等这些 所以他叫做地 我们的伊兰那边称呼这个庙 叫地爷公 台语叫地爷公 昏成国语叫地爷公 那这个地爷公在我们伊兰罗东 很热闹的一个道路上 那他对面有一个卖扁食的 扁食就是馄饨 就是馄饨的 我们讲点馄饨面 会加饱饱的 他跟水饺不一样嘛 扁食 那么那一家扁食 我是长期吃过 我在读高中的时候 我常去吃那家扁食 因为我爸爸带我去过那家庙拜拜 叫地爷公 他这个孙女五岁的时候 我这位前辈就跟他太太 还有他女儿 带了这个孙女回罗东老家 因为我们都是伊兰人 他到地爷公第一句话讲说 因为他妈妈 我这位大居士的前辈 他的妈妈是地爷公的义女 义女会 义女会就是做这个神的 义女 神也会说义女这样 他们有一个主族叫义女会 所以他妈妈是义女会的成员 换句话说 他妈妈年轻的时候 在这家庙常常出路 义女会 就像我们说兄弟会一样 那么那个五岁的时候 带他去地爷公 庙门口 他讲第一句话 把他爷爷吓死了 就是我的这个雪伙前辈吓死了 他说这个都没有改变 他说 但是前面的房子变得比较多 是没有错 因为前面盖了很多新房子出来 因为他 我这位雪伙前辈 他的妈妈 年轻出入的时候 出入这家庙的时候 前面是空地 都还没有盖房子 他说他跟他爷爷讲说 没有人跟他讲 他说前面房子变得比较多 所以这个庙前面有一点点改变 他里面没有变 庙里面没有变 然后 那个贬食店已经搬走了 现在已经没有卖了 他说那贬食店怎么不见了 你看这么多有趣的事情 这证明什么 三世轮回 三世因果 人真的有前世 我这个雪伙前辈知道 这个孙女 是他妈妈在脱胎的 所以他不敢骂他 不敢打他 然后我这个前辈的爸爸现在还在 他这个小孙女 就跟我雪伙前辈的爸爸 我们台语叫阿祖 换成国语叫太祖 他就去跟他阿祖讲说 奇怪我祖不怕我 你怎么不怕我呢 因为生前的时候 我这个雪伙前辈的妈妈 很怕他先生 所以他变成小孙女的时候 他还是 他这个阿祖还在 这个太祖还在 根本就不理他 这是很有趣 当然我们没有天也不知道 他从这个迹象去显示的 是有几分接近 就是这里老法师讲的 老法师说 糊粒糊涂的生 糊粒糊涂的死 糊粒糊涂的生 糊粒糊涂的死掉 然后再来投胎 虽然又变成亲人 假如说全部乱掉了 前世是妈妈 现在变孙女 这就入到人我的可悲 就是说你不老实 因为我求进度 轮火就有混了 为什么不能出三界 那就是没有成就 hoo regular 感谢观看